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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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往左写字 跟中国古代一样对吧 这个比较正常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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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 在英国的伦敦 the residents of Maine on the East Coast face the grim task of cleaning up a shattered state the storm which moves from the Great Lakes and your dad's really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you over yes he has I am not patronising you Mel? Mel? Is Mel okay? she hung up for me please tell me I was never like that more tea please I think they call it being a teenager what? what do you know there's water pouring through the door what do you want me to know umm n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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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arl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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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在这个电影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洪水 那发生了洪水以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坏事 坏事 大坏事 对吧 但是如果用颠倒的思维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 他们会觉得洪水是一场狂欢呢 对 如果是尼罗河暴涨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撑天 答案就是在埃及 在古埃及尼罗河暴涨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洪水的狂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当埃及发大水的时候的情景 你想一想 这里是发大水了 对不对 然后接着洪水就开始慢慢的退去了 那当洪水退去的时候会流下什么东西呢 盐 会流下水 当然大海了 洪水是从上游流经下来的 上游可能会经过很多的森林 在森林里会有很多的土壤 那些土壤里边满有树叶 请问这是肥沃的土壤还是很贫瘠的土壤呢 肥沃的土壤 你当河水把肥沃的土壤带到了这里 然后洪水退去以后 土壤会不会流下来呢 会 用这些流下来的黑色的肥沃的土壤 种庄稼会不会有好的收成呢 所以如果发大水了 对古埃及人来说 是不是有可能是高兴的事呢 发财了 是 而且 古埃及人很乐观 最重要的事情是 当没有洪水的时候 这些地方都是什么呢 沙漠 非洲最大的沙漠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沙哈拉沙漠 就在这里包围着它们 于是 洪水对它们来说 就变成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那 当洪水退去了以后 这些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土地 它们叫红土地 那被洪水淹没了的土地叫做 黑土地 黑土地就是肥沃的土地 所以对它们来说 洪水是一场狂欢 那洪水发生在哪一条河 尼罗河 尼罗河 这是尼罗河 现在的白天的情景 然后这是尼罗河 黄昏的情景 这是尼罗河夜里的情景 很美对吧 这条河流 它不仅很美 它也非常的霸气 在埃及有一句谚语 埃及就是 它 它指的是 尼罗河 所以就是 埃及就是尼罗河 尼罗河就是埃及的母亲河 没有尼罗河就没有 埃及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河流 因为它孕育了最早的文明 然后呢 它还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说它是 六千五百五十千米 还有更长的说法 因为它可能每一年 干旱的时候 和暴涨的时候 长度不太一样 所以 我们要介绍的 第一条河流是 尼罗河 这是世界上第几场河 第二场河 是亚马逊河 第三是长江 第四是密西西比河 第五是黄河 你就记住第一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找一下 埃及在哪里呢 在那 就在哪里 星啊 星就是这一块 它是一块 差不多是一个 特别正的 这个正方形的一个 好 它在的是七大洲的 哪一个洲呢 非洲 非洲 非洲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热 干旱对吧 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 沙漠 如果没有尼罗河 埃及应该也是 一片沙漠 这是埃及现在的国旗 来看一下这里 就非常的明显 黄色的地方都是 沙漠 尼罗河在哪里 对 那个蓝色的 蓝色的部分是尼罗河 尼罗河经过的地方是 绿色的 黑土地 然后长出了庄稼 就变成了绿色 对吧 所以 是不是没有尼罗河 就没有古埃及文明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 关于尼罗河的视频 尼罗河全长6730公里 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条河流 都要长 它从非洲最中央出发 一路往北 流向地中海的海岸 有大半路程是在沙漠中经过 造就了尼罗河河谷 与尼罗河三角洲 还有地球上最大的绿洲 野生动物从最小的昆虫 海岸大路不少 鳄鱼 都与尼罗河水修气相关 尼罗河下游地区占到非洲大陆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千万年来 尼罗河就是动物与人类的生命线 古埃及史上最强大最成功的文明之一 完全依赖尼罗河 每年河水的泛滥都会带来肥沃的火山土壤 寓意庄稼 推动经济 但这条大河的源头一直是个谜 好 是不是感觉到了尼罗河的重要性了 好 那我们来看尼罗河能给埃及人民带来什么呢 看这幅图你觉得可以带来什么呢 水 水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所以灌溉 看下一幅图 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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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河马 所以第二个是鱼猎 第三点是交通 有了河流你才能坐着船出去 接着我们再继续看 古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那四大文明古国还有哪些国家呢 古巴比伦 古巴比伦 古印度 古印度 所以其实四大文明古国是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和中国 因为中国 中国有非常强大的文字 我们现在还能研究出上千年前 古人写的东西 我们的文化一代一代传重下来 不像他们 他们比如说现在的埃及人就读不懂古埃及人的文字 他们的文明没有传承下来 就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他们的文明已经很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叫古埃及 古印度 古巴比伦 但是呢中国就可以叫中国 别的这些文明古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有河流 古埃及的木钦河是 尼罗河 古巴比伦的木钦河有两条 底格里斯河 对 一个叫底格里斯河 一个叫又发拉底河 这是 印度河和恒河 印度河和恒河 对吧 那这个国家是 中国的母亲河 是 黄江黄河 对 也有两条 一个是长江 一个是黄河 所以对于每一个文明古国来说 什么东西都非常的重要 河流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母亲河 如果没有他的话 估计我们也不能变成文明古国了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跟河流 也跟木乃伊多少有一点关系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叫做 奥西里斯的复活 看一下这里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 看一下他们的关系 猜他们应该是夫妻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兄妹 他们有共同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叫做 拉神 他们的父亲就是埃及的最高神 看一下这个拉神 他应该是个什么神呢 他的形象 他头上顶着个 太阳 所以他应该是太阳神 太阳神拉神呢 他有一个儿子叫奥西里斯 他有个女儿叫伊西斯 后来呢他们还结婚了 那奥西里斯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这么一个人 而他的妻子伊西斯又非常的美丽聪慧 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而奥西里斯就变成了古埃及的第一个国王 他在他掌管的国家下 在他掌管埃及的时候 他教会了当地的人民所谓会了灌溉农田 纺组织 然后还会练铁 你想 人民在他的统治下 生活过得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幸福 非常的幸福 但是突然有一天 城堡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 这个守护城堡的卫士 他看到了城门前走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居然非常的恐怖 丑陋 护卫看到了这样的人 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坏 好人 护卫 觉得这人肯定很坏 于是乎不能阻止这个人进去 这个人很生气说 什么 居然不让我进去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奥西里斯的弟弟 我叫赛特 如果你是护卫你相信吗 我们阴振潇洒的国王 他的弟弟居然长得那么的奇臭无比 护卫非常的不相信 怎么可能 于是乎 这个自称为赛特的人就非常的生气 他那样只手臂非常的粗壮 他就开始摇了这个城门 这城门真的被他摇得都快 踏下去了 护卫赶紧去报告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出来了说 这是一场误会 这个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弟弟赛特 赛特来造访奥西里斯的城堡 你猜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呢 恶意 有非常大的恶意 他一直都很生气 为什么拉神把这个皇位传给了奥西里斯 没传给他呢 他自己也很想当皇帝 而且奥西里斯当了皇帝以后 对他非常的不信任 从来没有把重要的事情交给过他 所以他来这次来城堡的目的是想要把 他给宰了 把奥西里斯给宰了 然后自己得到了这个王位 但是呢 他非常的悲剧 他等了三年 一直没有等到特别棒的下手的机会 因为奥西斯非常的聪明 每次都识破了他的轨迹 终于有一次 他想到了一个更高级更高级的做法 今天他带了一块世界上最美丽的布 去见奥西里斯 这块布在太阳的照射下 就会闪闪发光 而且发出的光芒有七种颜色 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的绚烂 哇 这块布简直太美丽了 塞特拿着这块布送给了奥西里斯 亲爱的哥哥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布 我想要把它送给您 您是否喜欢呢 亲爱的弟弟 你对我简直太好了 亲爱的哥哥 这么美丽的布 您不觉得非常适合做您的新大衣吗 穿完这个新大衣以后 您会变得更加的英俊潇洒 让我们的人民会更喜欢 亲爱的您 我们伟大的国王 亲爱的弟弟 你这个办法真的很不错哦 那么亲爱的哥哥 让我来给您量一量您的身高 您的手臂和您的脚的长度 以便于这样 我可以去给您做一件非常非常贴身的衣服 哦你要亲自来吗 赛特你简直对我太好了 快吧 你似乎量好了 没有 而是 哥哥你放心 在两三天内 我一定会把这件新大衣做好 包您满意 果然没几天赛特来了 哥哥您看 这就是做好的新大衣 哇穿上去一看 真的太美丽了 太帅气了 奥西里斯简直太开心了 哥哥很高兴 弟弟趁机要说了 哥哥您看您这衣服这么美丽 不如趁机我们来 举行一次宴会 来祝祝您的新衣吧 下毒 下毒 奥西里斯回去跟伊西斯说 哎呦 今天晚上弟弟要给我摆一个宴会 你可千万别去 他肯定又在想什么 坏的鬼主意 我弟弟都给我做了这么美丽的衣服了 他不会出于什么恶意的 我一定要去 去了以后 好事还是坏事呢 去了以后 疯狂的宴会 喝了很多的美酒 跳了很多的舞蹈 听了很多的音乐 然后突然 音乐停止 塞特命令 几个工匠 扛出了一个金色的木箱子 世界上最美丽的箱子 镶嵌着各种珠宝 而且呢 它的底子 还是用金 金子做的 哇 太绚烂了 塞特说 这个箱子 要送给最适合他的人 那什么人是最适合他的人呢 这个人你需要躺到箱子里 如果箱子的长度和宽度 刚好适合你的身体 那么这个箱子就是你的了 没空气 那谁躺进去会合适呢 请了几个高个子 不行 他们太高了 躺不进去 请了几个胖子 不行 太胖了 挤不进去 最后只有谁合适呢 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 为什么奥西里斯合适呢 就是为他定做的 为他定做的 因为塞特曾经 在做衣服的时候 偷偷记下了奥西里斯的身高呀 他的手臂的宽度呀这些 等塞特非常开心的躺进去了以后 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棒 棒 关上 砰砰砰砰砰砰 用钉子把它给钉死了 接着 把这个金箱子 扔到了尼罗河里 顺着尼罗河飘呀飘 飘呀飘 不知道哪里去了 而伟大的国王奥西里斯 在箱子里 就憋呀憋 要不就 没有空气 被闷死了 要不然就是被饿死了 总之 他死了 奥西斯 在家里盼着自己的丈夫 丈夫去了那次夜会以后 再也没有回来了 终于有一天 他等不及了 他变成了一只金丝雀 飞出去了 沿着尼罗河一只爪呀爪 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不敢告诉他 然后接着他说 啊 请告诉我吧 我是咱们伟大的国王的妻子 伊西斯 老太太说 哦 我昨天晚上和我们家老头 看见在黑暗下 有两只精灵在那里闪闪发光 在他们的脚底下 有一只金箱子在飘呀飘 顺着那个方向飘过去了 您沿着那个方向飞吧 可是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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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找着都没有呢 没有 金箱子哪里去了呢 这个金箱子没有沉下去 它一直飘呀飘 突然它撞到了一棵树 那棵树呢是一棵神奇的赤羊木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根 会把这个金箱子给牢牢的缠住 后来呢 金箱子就长成了赤羊木的一部分 于是那棵树里吧 树干里就藏着一个金箱子 那棵树呢看起来就非常的壮 而且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就像怀孕了一样 这个树 这个树还不是在古埃及 它是在一个叫巴菲比特的这么一个国家 它已经飘到 就是它沿着尼罗河已经飘到别的国家去了 巴菲比特的国王 不知道里边有一个木箱子 觉得哇 这棵树长得好神奇呀 很适合用来装垫我的皇宫嘛 做成了皇宫的什么东西呢 皇宫的房梁 所以伊西斯一直都没有找着 但是后来伊西斯终于知道了 原来我的丈夫就藏在哪里呢 就在藏在房顶上 那怎么办呢 怎么能去拯救他的丈夫呢 能把那个尸体给用回来呢 运回来呢 伊西斯想了好多好多的办法 后来呢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巴菲比特的那些宫女们下手 呦 巴菲比特国的宫女们可喜欢打扮了 可是呢 他们并没有掌握最好的 梳头发和化妆的方式 伊西斯把这个传给了他们 然后那些宫女突然间就变得好漂亮 连皇后都觉得很奇怪 呦 你们怎么最近变得这么漂亮呀 皇后大人是这样的 皇后娘娘我们遇见了一个 叫做伊西斯的这么一个魔法师 是他教会了我们新的扎头发的方式 哦是吗 能不能把这个魔法师 请进我们的皇宫里呀 于是伊西斯就来了 来了以后发现国王里 王宫里的小王子 最近老的咳咳咳咳咳 咳得不行了 面黄激瘦的 可能就要死掉了 可是伊西斯是有魔法的 在他的魔法之下呢 小王子又恢复了活蹦乱跳的样子 哦 皇后娘娘太喜欢伊西斯了 就想我要把这个魔法师 我王子的救命恩人 变成我的王子的保姆 于是乎伊西斯就留在了巴菲比特国 带着他的这个 每天就养这个 当这个小王子的保姆 然后这个皇后好奇心很重 觉得这伊西斯怎么这么神奇呢 是他用什么方式把我的王子 照顾得这么好呢 我真想去偷偷看一看 于是他躺到了王子的房间里 这一天晚上 当夜幕落下了以后 伊西斯在王子的房间里 做了一件事情 他其实有非常厉害的魔法 那他的魔力可以 使他的手指之间呢 会射出火焰来 用这个火焰呢 如果把这个王子给缠绕住了 如果王子能经受这个火焰的考验 那么王子将得到永生 他将永远的成生不老 如果经受不住的话 那他只能 像正常人一样死掉 当我们的皇后 躲在这个角落看到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 伊西斯用火焰在烧他的儿子 于是他疯了 冲了进来 把他的儿子给抢走了 想要把伊西斯关进大牢里 可是幸好呢 这个巴菲比特的国王 他很智慧 他觉得 诶 这个伊西斯一直对我们的儿子挺好的 他应该不是恶意吧 于是呢 他办了一场宴会 把伊西斯醒来 伊西斯就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国王 国王就很开心很感动 然后想报答伊西斯 伊西斯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房梁上的那一根柱子 虽然国王多么的舍不得这一根宝贵的柱子 还是把它给卸了下来 原来那个柱子看起来像怀孕的地方 剖开了一看是一个金箱子 打开了一看是已经死去的奥西里斯 但是伊西斯是有魔法的 他用他的魔法后来把奥西里斯给复活了 于是他们还能回到以前的宫殿吗 他们不能回到以前的宫殿 塞特还在宫殿里呢 他们只能住在了荒郊野岭里 后来他们还生了一个孩子 叫何路斯 过着很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很遗憾的事情是 塞特一直都在跟踪伊西斯在干嘛 所以他发现了他的哥哥又复活了 他不能饶恕他的哥哥 他趁奥西里斯在打猎的时候 在他后脑勺捶了一下 奥西里斯又死掉了 而且为了避免他复活 他做了一些很残忍的事情 把奥西里斯不仅脑袋割了下来 把整个身体切成了14块 然后这个扔到一个地方 那个扔到一个地方 就分散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伊西斯花尽了千辛患苦的努力 终于把14块尸体都找着了 把他拼起来了 但是虽然他有神力 但是也没法把他们复活 最后只能去找拉神来评判这件事情 后来呢 用什么方式把他给复活了呢 拉神和天上的其他的神 把这14块布呢 用14块尸体用布给包起来 然后就把他给复活了 而奥西里斯虽然复活了 但是呢 现在他已经不能再回到人间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到阴间去生活 以前呢 他是守护尼罗河的神 所以以前呢 他是一个河神 那现在他只能去阴间了 他就变成了阴间最大的统治者 就叫做明神 然后那些古埃及的人们 通过这件事情 他们突发奇想想到了 原来尸体是可以复活的 用什么东西方式就可以复活呢 就是用布把它裹起来 它就可以复活了 后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木乃鱼 不过真的发现的不是用布裹起来 要拿过传去的 来 我们来看 那所以在颠倒的世界里 死者比活者更重要 死后比活者更重要 古埃及的人 他们相信死亡是终点吗 不相信 他们相信自己都可以像奥西里斯一样复活 所以呢 必须在死后把自己的尸体给保护好 要不然的话 你的灵魂回来了 找不着尸体的话 你就不能复活了 那这个尸体保护好的方式就是做成了 木乃伊 那在木乃伊旁边呢 还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死了以后 你的灵魂需要去见名神 名神就是奥西里斯 你要见名神的时候 你需要给奥西里斯唱赞歌 那要唱什么样的赞歌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写好 用植草书写好 然后放在木乃伊的身边 这个东西后来就被叫做王灵书 王灵书就是给什么人看的书呢 给四人看的书 就是指导四人 你怎么去见奥西里斯的书 来 我们来看一下王灵书里边 都会有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会有歌谣 比如说会有祈祷文 就祈祷啊 我的尸体一定要可以复活呀 比如说颂神诗 就是赞美奥西里斯 你真是伟大的神呀 还有一个叫咒语 就是念这些咒语 你就可能就可以获得复活了 还有一个叫神话史 可能会记录一些 跟奥西里斯啊 拉神呀那些人有关的神话故事 看一下 在这个PPT里 这就是王灵书 他们的书的特点呢 就是他们的文字是这样的 而且呢还喜欢配上图片 这个东西用他们当地特有的一种草 叫纸沙草做成的 质地非常的坚硬 就像蚂一样 然后就放在了石子的身边 那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 在他们的颂神诗里 他们如果一个人死人来到了阴间 你要需要赞美什么样的神呢 好的神 阴间最重要的神是 奥西里斯 你需要赞美奥西里斯 但是还有一个神你也得 你也需要赞美他 这个神就是拉神 因为他们觉得拉神是他们最伟大的神 而且呢拉神每天推动着太阳 日升又日落 日升又日落 然后觉得人的死亡就像是太阳一样 死生然后死 然后又生又死又生又死 就像太阳升起落下一样 可以不断的循环 所以他们肯定会赞美拉神 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拍拉神的马屁的 那全班男生一块来读一下 赞美你了 董浩泽来读一下 你惊人的上升 你上升照耀 令祝天向一旁滚动 你是众神之王万物之主 我们自你而来因你而成神圣 如果你是太阳神喜不喜欢这样的赞美呢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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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拍马屁 来 女生 请个女生来读一下 这一段赞美非常的唯美 你的光照亮每一张脸却无人知晓 时间在你的脚下卷起尘土 而你永远不变 时间的创造者 你已超越了一切时间 是想说拉神是一个 永远的神 永远不会消失 那赞美完拉神 更重要的是赞美谁呢 都已经死了 更重要的是赞美名神 对吧 来看一下 啊 王中之王 王子中的王子 主人中的主人 大地重又回春 烂花里的 热情 你的身体发光 你的头就是蓝天 土耳其玉的颜色 在你利林之地的四眼发光 是不是非常的会拍奥西里斯的马屁 那为什么一定要拍奥西里斯的马屁呢 因为对一个死者来说 奥西里斯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这是一幅王林书 然后看一下 在这个王林书里有很多的配图 对吧 能看懂这个配图吗 在这个图里奥西里斯在哪里呢 我知道 有个白色 这是一个王 对吧 坐在宝座上 这就是他的妻子 伊西斯 然后再看 死者是谁呢 穿着白衣服的 穿着白衣服的 这里 这里 这 死者 从这边看 然后这死者呢 由谁带进来呢 这个带狼头的人 他是谁 他是死神 阿努比斯 在这一件事情上 他对死者来说非常的重要 他牵着死者的手来到了这里 然后接着他需要做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呢 我先拉出来又放一根 用一根 对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乘 这是个乘 是个天平 在一边放的是 心 还有一边放的是一根 羽毛 如果说这个死者阿弥 他在死之前做了很多的坏事 他的心会非常的轻 还是非常的重呢 重 非常的重 如果他做了很多好事 他的心就会轻的跟一根羽毛的重量是一样的 这边有一个鳄鱼头尸身的怪兽 然后如果说他的心很重的话 怪兽就会把他的心给吃掉 这边有个书记官呢 记录了这一切 如果说阿努比斯撑出来说 他的心刚好合适 不重 那么书记官就会把他记录下来 接着再有这一个人 把这一件事情呢 告诉奥西里斯 于是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复活了 他就拥有复活的资格了 这旁边还 上面还有这些人叫做陪审团 陪审团呢 他们会监督这个称的过程 以及呢 他们还会审问这个阿尼 你有没有这个偷窃过呀 你有没有抢劫过呀 然后审问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在这一切的裁判者 就是奥西里斯 所以在他们的想象里 死亡了以后呢 你需要有一次审判 这审判就是 通过什么来衡量 你是否合格呢 就是你的心的重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李王林书 还会继续说到 审判的过程 啊 我的心 母亲 我的心 我的本体 我的人间的生命的种子 我的本体 我的人间生命的种子 指的是我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的心 当你被放到天秤中 用真理的羽毛来称量时 不要使审判对我不利 不要让判官在我面前呼喊 他曾行遍恶事 也要无信 就是一定要保佑我呀 再来看 如果说他被宣告他是诚实的 他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神托特 那位正义与真理的审判者 向着众神如此开言 众神就是审判团的那些神 众神正坐在奥西里斯面前 现在这颗心确实成凉过了 他是纯洁的 他的里面找不到邪恶 他的心抵得住那天秤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接着要对他怎么办呢 于是那些在奥西里斯面前 坐着的诸神如此回答 你的话是真的 让他进来 永远在平安中活着 在永远的田野之中 给他一所房子 就是给他一所房子 那接下来还有吧 对他们来说 复活最重要的东西是凭借什么呢 他们的身体 那接着就是你审判过关了 你的心够冲亮了 那接着就要把你的尸体拿去加工了 接着我们就会讲 下一个东西叫做 什么呢 木乃伊 木乃伊 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节课再讲 f 行 去 你 去